大家好,这里是宋世新宇 随着Nature自然杂志上一篇评论文章的推出 似乎LK99已经彻底要盖棺定论了 凉了,小丑,什么骗子等等这些词就全涌出来了 实际上,如果你是一个长期关注LK99事件的人 包括看过我节目的人都知道 这个事情背后绝对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这没有一丝英雄论 我们就从研究LKK,另外一个K 就是金教授和李时培这两个人出发 我们看看他们的过去的经历 就跟我们标题一样 他们一直是有这种,你说反鬼也好 是反传统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呢,他实际上他是比较认真的人 我们看看金教授和李时培他的经历 你就能明白一些事情 这两张照片啊 就是右边呢就是李时培 左边呢是金贤卓教授 李时培和金贤卓他们的性格啊 从我看到的资料里面 我不是说个人的这个秉性啊 还是说他对研究的一些执着 他对一些学术上的性格很像的 他们都不被主流科学界所承认 和主流科学界 韩国的主流科学界相处的并不好 可以说啊 有相当的反骨 或者是反传统,反潮流 或者呢就是做的都是非主流的研究 在当时的情况下 金贤卓呀是韩国电信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 那么韩国电信研究院啊 实际上呢是韩国呢还是比较有实力的单位 那么他在里边呢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科学家 那么他在韩国电信研究院里边呢 出了好几项重大成果 可以说呀 他对自己的研究啊是具有很强信心的 我们只是金教授啊 那当然了 有了研究成果 在这个基础上呢 说一些过头的话 或者说一些大话 这就是往往可能被人抓住诟病的地方 哎还真巧了 我就翻出了一篇啊 2005年韩联社的报道 那是一篇老金的批头会文章 我们看一下这篇文章啊 这是韩联社啊 2005年我找到的一篇文章 哎对金贤卓教授呢 他的这个引发的争议进行了报道 实际上这个记者的态度呢 实际上是持也是持一个批评的态度啊 这是继续翻译成这个中文了 原文是韩文啊 那实际上在这个文章里边啊 在这篇报道里边呢 当时呢 哎金教授呢 就公布了他的一个成果 就是MIT啊 就是莫特局员体的一个研究成果 当时这个争议啊 就引发了 就是主流科技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这个争议还在不断的蔓延 一些学者呢 对于 ETRI 就是这个电信电子通信研究所的 金贤卓博士的研究的成果 表示反对 说你这个研究成果啊 提出了电流 即使在不导电的局员体中 也能流动的假设 你引起了太大的争论 而这个争论呢 是被当时韩国的主流科学界所不容的 啊 那么实际上呢 呃 这次争议啊 甚至对他 对金教授所在这个韩国电信研究院 可能都认为啊 有了这个就是反面的这个报道啊 损害了电信研究院的这个形象 要求呢 在法律框架内裁决行动 给予金教授法律制裁 这个特别是韩国物理学会啊 凝聚台物理小组委员会 一些学者就提出金博士的研究成果 毫无根据的虚假夸大 他是观点 那么物理小组委员会啊 韩国物理学会的凝聚台物理小组委员会 对于这个事进行了评价 提出了非正式意见 说这个结果被夸大了 那实际上呢 呃 这个成果最后怎么样 我们再看 他抓住的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媒体报道里边说 这个成果呀 哎 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甚至呢能产生100亿韩元的连锁效应 说这些东西都毫无根据 实际上在后来的调查中发现 有的话不是这个金教授说的 有的呢是媒体推测的 也有呢是其他的人说的 比如说关于诺奖的报道里边呢 他说呢 他的合作者田中教授啊 这个金贤若说呢 这个诺贝尔奖候选人 只是田中博士的观点 是别人在评论他的成果说的 那根据未来的研究成果 会不会产生 比田中提到的数字更大的 经济连锁效应呢 就那个100万亿韩元 这个也不好说 实际上到最后呢 金教授的这项研究成果啊 转让了 转让的70费用是20万亿 20亿韩元 20亿韩元实际上是没多少钱的 就根据销售额收取这个特许使用费 这个数额呢 也不算小 但是比原来的这个报道里边说 这个100万亿韩元呢 比那差的很远 所以呢 这个金教授在过去 第一个看起来和主流科学界 甚至和媒体 都不是那么融洽的这么个人 那他到底搞了个什么成果呢 我们看下他搞了什么成果 老金搞的成果呢 就是我们说的莫特局员体 MIT的这个内容 那关于这个莫特局员体啊 我是了解的很少 那没关系 我们问问AI 看看AI怎么说啊 我们先问一下 这个 Bing New Bing 这是我设计好的问题啊 就是请介绍一下 韩国物理学家 金贤卓 对于莫特局员体 MIT研究的贡献和意义 那这个问题我已经问好了 因为我怕网络不灵啊 录的时候 那现在呢 他答的是 必须答的是说 韩国物理学家 金贤德是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的 首席研究员 也是金属局员体转变中心的负责人 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呢 就是莫特局员体 一种常规能带理论下 应该是导体 但在低温下表现为局员体的物质 这是对莫特局员体的定义 莫特局员体的意义在于呢 它可以揭示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对材料电子性质的影响 也可以为实现室温超导 量子计算 新技术提供可能性 那金贤德教授对莫特局员体的研究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制备和表征不同类型的莫特局员体 薄膜 如二氧化繁 三氧化二繁 硅化镍等 第二个呢 是利用非秒光学技术探测 和控制莫特局员体的相变动力学 和超快载流子动力学 第三呢 是研究莫特局员体的电荷序 自旋序 磁性 迫不性质的限量和机制 第四呢 设计和构建基于莫特局员体的新型器件 像光电开关 光调制器 光存储器 光逻辑门 所以啊 金贤泽教授对莫特局员体的主要贡献在于 他首次实现了利用非秒极光诱导 二氧化繁薄膜的金属局员体相变 并观察到了相变过程中的金格振动和电荷前移 他首次实现了 发现了二氧化繁薄膜中存在一种新型的拓步相变 就刚才说的那个 哎 那么这里边呢 就讲了的前面内容 这是关于 金教授 他的这个一个学术背景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再问一下 他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是哪篇 哎 这个呢 我们往往都关心这个最重要的是吧 呃 那么最重要的论文呢 他答是什么呢 他说是根据网络搜索结果 发表的论文很多 最重要的一篇是2019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 题为拓扑局员体 金属相变中的拓扑相变 还是MIT相关的论文 这篇论文呢 首次发言了 二氧化蛮薄膜中存在一种新型的拓步相变 咯咯咯咯咯咯咯这样啊 哎 这是 牛病对于金仙卓教授的这么一个回答 那当然了 这个东西可信不可信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AI怎么说 哈哈 其他的AI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谷歌的啊 看看谷歌巴德是怎么说的 也同样问了同样的问题 我们问他这个 金仙卓对于莫特诀言体研究的贡献和意义 啊 那他这个也是连昂撒撒讲了很多 他第一个呢 提出了MIT强关联模型 这个模型呢 成功的解释了MIT许多实验现象 那这MIT啊 就是指这个金属和诀言体之间的转变啊 那么在上次他评论中科院物理所的那个刘花亚同的那个论文里边 他引用了他这个论文实验 是 那这个讲的呀 和刚才说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讲了一个强关联模型 这个强关联模型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最后还得看论文 这是谷歌巴德的一个回答 我觉得呢 他这里边有一个违线就看出有错误 说他2003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这个一定是错的 因为我查金教授的个人简历啊 他是在日本诸波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所以谷歌巴德呀 对于这个学术成就的这个查找里边很多不靠谱的啊 我们再看一下Cloud 那Cloud呢 也问的是同样问题 哎 他说呢 金贤泽呢 和日本物理学家田中义夫在87年合作 首次在实验中发现了模特职原体 他们研究同氧化物中观察到了模特职原体的特征 这是模特理论首次得到实验验证 第二个呢 金贤泽可以通过在同氧化物中掺杂非磁性原素 新来破坏模特职原体状态 使其成为金属 这个发现对于同氧化物高温超导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个呢 是相变理论 第四个呢 就是他的通过实验来研究模特职原体 那这是Cloud的这个介绍 那么他重要的论文呢 我也查了一下 哎 是关于模特职原体和同氧化物的这个论文 这个论文呢 是发表的2001年的Science杂志上 那第二篇呢 就是这个前面 努病也提到过的 他说是Cloud 说是2010年在Nature杂志上发表的 我们再看一下谷歌巴德 谷歌巴德说的论文呢 是2006年在Nature上发表的 也是关于这个MIT这个模型的论文 看了吗 三个AI五发八门的回答 那我们实际上呢 我们要揭开真相的时刻到了 我觉得他们说的都不太靠谱 我们看一下 在谷歌学术上啊 我们直接搜一下 金贤泽教授的谷歌学术啊 他的这个文 这个页面 一看就能看到了 这是他的页面 一边里边呢 你看第一篇论文是2007年的 就是最重要的啊 他是冒泡房的 最重要的在上面 这个被应用了 引用了1586次 这是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一篇重要论文 这篇论文呢 就是这三个AI都提到的 那三个AI呢 好像都没说太对 有的说是2009年 有的是2017年 还2010年 实际上这篇论文呢 是在2007年发表的 关于莫特军原体的 二氧化繁的这个薄膜这个研究 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篇论文 也是前面 在2005年被韩国物理学会开批斗会的那个事 批斗会两年之后 人家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论文 证明了自己的实验结果 被这个科学杂志采纳了 这就是这个金贤哲的故事 看了吧 可以说啊 他肯定是在当时啊 也是憋了一肚子气 被韩国主流科学所不容 最后呢研究出了成果发表出来了 那当然他后边还有很多别的重要论文 关于电信研究的 你看memory metamaterial 他讲这个一些记忆体的这个研究啊等等 还有一些其他的关于相变啊 什么这些论文 那1586次引用 它是个什么水平呢 是吧 那实际上这个水平啊 我们可以搜一下 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搜一下 像超导吗 我们搜咱们国家最出名的文院士啊 文海虎 是吧 搜一下文院士 他是关于这个超导研究 在中国啊 比较牛逼的 另外呢 他刚刚在Nature还发表过一篇论文 哎 你看这是文教授文院士的谷歌学术的页面啊 南京大学的教授啊 中国科学院院士 那么他的这篇论文呢 第排第一篇呢 那是2008年发表的一篇 关于超导的论文 那么这篇论文呢 也是合著的 引用次数是774次 所以你看明白了吧 这个金贤泽教授啊 他个人的这篇论文 在行业内还是有相当影响的 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呀 我们天天也就是买菜吃饭 是吧 668 对学术啊 论文这块不是很了解 那他到底被引用上签字是个什么水平呢 我不是说普通杂志啊 是Nature 是Science 哈哈哈哈 我们看看知乎里边啊 有个网友他总结的很好 我引用一下给大家看看 那么关于论文级别啊 这位叫啊 不忧啊 不忧什么 玉豪 哈哈哈哈 他讲了引用次数 这个按照我们玄幻小说里边这个评级 内气恢复之后 我们开始修炼吧 是吧 哎 引用一到五次 那是宁气期 那有气感了 是吧 引用六到十次 那不击 哈哈 十一到五十次 结单 原影老怪 引用一百次就是原影老怪了 那文教授啊 文教授 我们刚才说的金教授 引用一千多次到五千次之间 这已经成仙了 仙境了 属于是 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呃呃 文海武院士也是五百到一千次 这已经问到了 也接近仙人的水平了 所以啊 这都是比原影老怪都很厉害的这么一个人物 所以你说啊 是吧 你说这个他到底是个什么水平的 他就是这么个水平的 看到了吗 呃 比原影老怪还要厉害 所以你说 呃 这么一个人物啊 他给LK99背书 你说这是个什么意义上的玩法 大家理解我的想法了吗 呃 你觉得 难道是这么一个在韩国是一个院士级别的这个专家 他凹硬啊 给LK99背书 哎 那你觉得这个 他是又犯了急功经历的毛病吗 现在2005年被批斗的时候 还是比较傻 缺心眼 还不是咱俩的 对吧 哈哈 你觉得呢 从概率上讲 有这个可能 他可能就是缺心眼 但是 这个概率不大 所以 你看了前面 老金被批判的那故事 你觉得他能不吸收点教训吗 是吧 所以啊 回过头来 我们看LK99的论文里边 实际上也说了不少过头的话 但比如说 在他们7月1号发表的论文标题里边就是第一个室温长压超导体 然后里边有什么话呢 我们相信我们的新发展将是一个全新的历史事件 为人类开启一个新纪元 如果LK99真的是室温超导体 那确实是一个有凶事也难以这么一个覆盖的这么伟大发现 但是毕竟呢 你还没有被证实 当然你换个角度来说 人家是企业啊 人家是量子研究中心是吧 公司在宣传自己呢 哎呀 这个说实话 就算公司啊 从一个公司的广告角度来说 如果把刚才那句话放到广告词里边 在中国呀 你有可能被罚死 如果你倒霉的话 什么第一啊 全新啊 这些词 现在罚的很厉害 是吧 你看 所以说呢 李世培和金教授 无论是他们研究的方向 都是一个先翻传统主流科学界桌子的这么一个理论 那么15年前老金的论文和现在李世培他们论文 差不多是一样的 并且往往的和当地韩国的主流科学界的关系 看起来并不是太好 另外一个呢 什么呢 就是在他们的成果的里边 可能在相关的报道 也不一定就是他们说的 像这里边呢 是他们自己说的 LKJ的论文 都有了一些 起码没被证实之前 是严过其实的报道 从这个事来说呀 你很容易就被调词 那么 李世培的这张照片啊 端着个背着这张照片 看起来很年轻 我告诉你 这是一张老照片 这是AI修复的版本 所以呢 原来分辨率是很低的 可能十几年前的照片 所以呢 你看的比较年轻 现在估计 跟我差不多 也快低中海了 所以这个也让人比较困惑 像李世培的爸爸被采访过说呢 我儿子啥都不玩 那就低头搞研究 一门心思 做学问 这个倒是前后倒是照应啊 而这个LK的那个金志勋 一张照片到现在都没有 所以这个事啊 到现在为止呢 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难道就这么低调吗 是吧 要是在咱们这儿啊 你恐怕从小学到大学 你儿出了名 你小时候拽女同学辫子 大学翻枪 逃课渣男 这些话题都能给你翻出来 除非你有足够的实力 比如说你可以随手给哈佛的 捐个花园做的私人维基 这样估计啊 你的个人信息能稍微保留的长点 你懂的 好吧 关于LK99啊 这两个关键人物啊 实际上是一直被传统主流科学 所不容有反骨的这个故事 跟大家讲到这儿 您觉得老金这个人靠不靠谱呢 欢迎大家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